大家好,我是董静 然后我读的是大人科技大学 那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国考一阶我准备时候的一些心得跟小建议 首先呢,就是很感谢 麒麟跟学校老师的教导 让我今天能够成为分享者的角色 以前都是看到学长姐们分享 那首先的部分 我是麒麟的政客跟解体帮我都有博 然后主要读书的教材 我也是都以麒麟的讲义作为读书的内容 再针对比较不够的部分 做一些参考书籍的补充 第一个是药理药化 那读药理药化的时候 我会先把麒麟的讲义 他老师上课分解字啊 他的字的意思是什么 然后代表的结构长怎么样 先读过一次 那不要花太久的时间在上面 如果你有补解体班的话呢 就跟着师母的进度走会比较好 因为你就不会有读一章节 然后卡太久的情况 这样其实就会压缩到你读其他科 或者是在准备下个部分浪费了很多时间 那读完一遍之后就快点进入考古题 做实际上面的应用 你才知道说他的内容 会怎么样出在题目上面 那在做题目的时候 你把不会的部分呢 就可以做一个小笔记 然后记在你的本子上面 那药理跟药化的部分 我是一起做笔记的 因为我可以从结构里面 就可以想到他的药理是怎么样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翻来翻去 节省一些时间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 读药分的时候 药分的话呢 我的参考书籍 还有小兰学姐的笔记 如果是你在读传统药分的时候 我觉得读麒麟讲义 其实就很够了 那如果是光谱 或者是心情的疑分的话 建议还是要搭配一下 小兰学姐的笔记 这样读起来 其实会比较完整一点 那生药的部分 生药的话就是因为他可能 他的提醒已经出到 不知道要出什么了 所以他有点越考越细 那这时候我就会建议 大家可以把一些旧的提醒 都要读手 然后就一定要拿到分数 那如果是新的 他考很细的话 就考试的时候 如果真的不知道 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上面 把时间留给别的会 投报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你在做生药的时候 会有一些比较型的题目 会比较多最近的时候 那这时候如果你有上解题班 老师就会把一些 比较长考的提醒 会做一个整理 那就节省你蛮多时间 因为你要做很多大量的题目 你才会发现说 这其实这个药跟这个药会蛮像的 那如果是中药的部分呢 我就我是利用脸书社团里面 国考要逼近你是不是要读书里面提供的大表格 那在大表格的后面 它是空白的 空白的部分 我就会把麒麟的讲义中药部分 老师上课觉得是重点的地方 还有我在读我在读书的时候 之前上课有画过的一些重点 我就会填在后面 那在整理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一些参考的成分啊 其实就是那一些 这样整理起来在读的时候 也会比较有目标的读 不会浪费其他时间在读一些不参考的成分 再来是药剂的部分 药剂的话我的参考书籍有Snooby 然后药剂的最近的提醒 它就会有考蛮多新药 然后会问你它的材质是什么 或是它的剂型是什么 那遇到这类型的题目呢 如果你不知道那个药是什么 基本上这一题的分数是拿不到的 那如果撇开那些会新出来的提醒之外 你的就曾经考过的题目 大家好我是董静 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 一阶国考准备时候的心得跟建议 那以前都是在单子下面看到学长姐们分享的心得 很感谢麒麟跟学校老师的教导 让我今天能够成为分享者的角色 首先呢我要说一下我的背景是 麒麟的政客跟解题班我都有补 那主要读书的内容教材是以麒麟讲义 针对各科的话 我有一些不同的心得跟小建议想要跟你们分享 首先要理要化的部分 我是先把麒麟讲义读一遍之后呢 就很快的进入考古题 然后一张节不要花太多的时间 如果你有上解题班的话 跟着师母的进入走会比较好 因为你就不会有一张节卡太久 然后压缩到其他课的时间 那读法就是你把老师上课拆解字的意思 然后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之后它的延伸的结构是什么 这样读过一次就可以了 那你在读的时候就可以把一些 你觉得自己比较容易常忘记的 或者是你在做题目的时候不会的 一些小重点 你就把它整理在本子里面 这样子你之后在读 在翻阅的时候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 不用再回去翻麒麟的讲义就比较厚嘛 那再来的话就是要分的部分 要分我的参考书籍还有小兰学姐的笔记 那如果你是传统要分的话 我觉得读麒麟讲义就很够了 那如果你是读光谱或者是星期要分的话 建议跟小兰学姐的笔记一起搭配着读会更完整 如果是深耀的部分呢 深耀的话我的参考书籍还有李四阳的重点整理 那我的读法是 就是因为深耀你在做后面近几年题目 你就会发现它好像有越考越细 就以前你可能没有看过的提醒 所以这时候你就要把就是你曾经读过的考试类型的分数就一定要拿到 那如果是你在考试的时候发现它是新类型的题目的话 你就是时候的跳过去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上面 那在做比较类型的题目 做答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你第一次看过去的时候 其实四个选项都会是蛮像的 这样很容易会做错 第二个部分就是中药 那中药的话呢 我是利用国考要逼近你是不是要读书社团里面提供的大表格 那这个大表格的后方呢 它是空白的 空白的部分 我就是利用麒麟的讲义 老师上课画的一些重点 那还有你在考 你在写考古题的时候呢 比较长出的一些成分啊 我就会写在后面 因为一个药的成分它其实有很多 但是参考的其实整理之后就会发现就是那几个 所以只要记熟那几个的话 基本上答题就不会有问题了 再来就是药剂的部分 药剂的部分我的参考书籍还有Snooby 那药剂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题型一直有在改变 那如果你是发现它题目就是你之前有读过的话 那那个分数也一定要把握 那新的类型题目就会像是 它给你一个新药 然后问你说 它是什么记型啊 或是它的材质是什么啊 那这时候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个新药的话 基本上的分数是拿不到的 但不管是学校还是老师在教的时候 其实那个新药更新的速度 不会像你考试一样那么快 所以这时候就要快点跳过去 然后把时间留给计算题 这样子你的投报率我觉得会是比较高一点 再来是生物药剂的部分 生物药剂的话我也是只有读麒麟的讲义 那但是我在读第一次的时候 其实我是看不懂的 但我上完解题班之后呢 老师就会针对题目的问法 然后教你怎么从讲义里面找出答案 那这时候我后来读过一次之后 我就发现它其实写的蛮好的 该写的重点都有写到 也没有浪费一些时间在不必要的叙述上面 然后在写生物药剂的时候 考试的时候我的作答技巧是 生物药剂跟药剂的观念题我都会先写完 然后计算的部分我是留在最后的 那在考试的时候它的顺序其实会跳来跳去 已经就不像是 比如说药剂在前面 药剂在后面这种形式 那我在做发现它是计算题的时候呢 我就会用两个记号来代表 一个记号就是我发现它那个题目 其实用一两个算式就可以解出来的 或者是它的题目很短 然后比较简单的话 我就用一个记号来代表 那另外一个记号呢 就是题目很长 然后或者是我一看就知道 我可能不会 那我就用另外一个记号代表 等到我都把两个观念题都做完了之后 我在回头看的时候 我就会优先做 那个我觉得我第一次做记号 觉得是简单的那个记号的题目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节省掉 你在回去找题目的时候 不知道到底哪一题是计算题 这样可以节省蛮多时间的 但是这个小技巧的前提就是 你的观念题要真的写得很快 所以你的基础稳扎稳打的话 就是非常重要的 那总结以上我补过 麒麟政课跟解题班的心得呢 政课我觉得就是基础的累积 那如果你有好的基础 不管是用在二阶国考上面 或者是你将来在就业的时候 这些都是对自己是比较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没有上过政课 那是不是可以上解题班呢 我觉得是可以的 因为解题班它是教你考试作答的技巧 然后还有节省你自己去摸索的时间 比如说参考的类型是哪些 你还要自己整理的话 其实是蛮花时间的 那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你除了考你会不会之外 你的作答的速度也是蛮重要的 所以我建议解题班是一定要补的 那如果你是正在准备国考一阶的话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建议大家可以多看一下 其他人考过的经验分享 然后从里面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读书方法 谢谢大家